我們上個禮拜簽名3動畫還沒講 所以我們先把它完成 那簽名3動畫3的這個部分呢 會用到Ulatraitor 這個有點像我們之前介紹過那個AE的 有沒有 內建的這個向量的工具一樣 只是你如果不想要用AE內建的 其實用這個搭配一個濾鏡也可以完成 那這個各有優缺看你的 只是它好處是 你如果要加上筆的動畫就很容易 像這個的話呢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是網路上的一個範例 有沒有 你想像字這樣寫出來 然後又有那個亮點 要怎麼做 這個是一個教學 類似像這樣子的 然後呢 像這種的 這個也是啦 你透過筆畫 你可以自己決定我要畫哪裡 有沒有 你可以像這樣子呢 用我們之前做過的 這個AE內建的也可以做到啊 所以雖然是看起來是靜態的內容 但是你一樣可以做 那這些呢 都是那個交給的影片 你可以做參考 下面這個也是 你要這樣子的也可以自己做 好 像最近 Google 的 這些 Logo 有沒有發現又變了 最近幾年變得好快 大概兩三年就變一次 所以最近這個圖又改變了 那這裡呢 就有人 教學分享一下 前一個版本的那個 Gmail 如果你要做這個要怎麼做 像這個地方 這是前一個版本的 他也把這個 Google 的拿來做動畫 有沒有 像這樣 顯示 這樣 OK啊 那要怎麼做 這個教學沒有教 我們就先看 像我們上次有沒有 類似像這個 簽名 那你要 這個 我看一下 對不對 你有筆跡 然後呢 有筆跟著走 我們第一個動畫曾經做過讓他跟著走嘛 對不對 這裡還有噴出啊 其實意思都一樣 但是呢 這種說動畫的方式跟我們第一種那個直接手寫是不同的 用的方式不同 當然效果是雷同的 當然如果你想要 就是像在黑板這樣形字 就只是換個筆記而已 這樣也是可以 所以我這裡面就有兩種的 一個就做像剛剛鋼筆的 一個就是做這個 粉筆的 粉筆效果那是屬於Photoshop的啦 就是各位有興趣再看一看 我們就先把第一個 專案檔你可以把它先下載下來 你要去看看能不能下載 不能下載 我們就 打開 別的瀏覽器 把它下載下來 好 這樣下載下來了 那麼 裡面一樣有一個學習重點 就是第一個 你可以把它打開 那我們這一次呢 會用到的濾鏡大概有這幾個 就是你剛剛看到的第一個 鋼筆的那個 要怎麼把筆畫寫出來 我們會用到一個叫stroke 這個濾鏡 那它看起來也有一點發光的感覺 這個我們上次有遇過 靠就是光暈 還有你剛剛看到有那個 分子有沒有 顆粒這樣跑出來的 那個叫做分子運動 這個都是AE內建的 你不需要怎麼樣 再額外再去 安裝的 這樣了解 所以你 下載完了之後 你可以把我們的學習重點打開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照這個地方 來做 那剛剛呢 各位下載之後 你可以按右鍵 把它解壓 收至此 資料夾會留著 就直接打開 我們可以先看到 這個完成的一個效果 你加 像這樣子 對 這裡面呢 就包含了三個塗層 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會噴出來的這個 分子的 鋼筆 還有下面這個就是把筆記寫出來的 主要是有這三層 這樣OK嗎 所以請你先把 學習重點 還有我們的斷力檔先打開 待會呢我們就可以自己開一個新的 來練習看看